所以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才是爱情 是周扬青的九年青春为了狗 还是杨幂在事业巅峰期为爱下架 却只换了一句保姆的评价 那吴倩在事业上升期隐婚生子时 买来的却是张雨健毫不掩饰的嫌弃 明明已经有亲友女 却还在外放处理单身人设 曾经的姬凌晨在镜头前给足了女友名分 可八年的陪伴最后换来的却是 用青春做的赌注 最后也全都成为对女孩们的忠告 有一个很好的忠告 不要有姐弟恋 不要陪男生去成长 你陪他长大了 把他教育好了 然后他成熟了 他去照顾下一个人了 你呢 我是反对姐弟恋的 还是受过伤 欧豪谈及马思纯 无时无刻不再撇清关系 然后马思纯说就是七月是欧豪的 那欧豪是谁的呢 欧豪是自己的 他比较经常说 他很想要早点结婚 那你对这方面你会恐惧吗 你毕竟年纪还这么小 对我们得有一从这一刻开始 有近在这一刻 被舆论压倒的沈腾 在镜头前直言 现在就感觉 如果我不娶王岐 我就是一个罪人 12年的爱情长跑 最终也以王岐的逼婚收场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小 在我没有爱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 为大家的心愿 我全部的心愿 好意思 幸福 影儿怀孕就连支出都要和丈夫AA 就连孕妻也在坚持拍戏 我当时怀孕了 一直都在坚持拍戏 结果大出血 病床上的时候医生跟我说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孩子可能保住了 我当时就是整个人就是很崩溃 然后我老公跟我说 他说你看你拍戏 你看你现在 结果你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爱真的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 可以把那个麻精递给我吗 他就认过来你的眼睛 我说哇你弄到我了 以前会过来呵护 但都没了都没了 我是不是该结婚呢 而不是我真的该想结婚 应该follow我自己的心